我打的聲音嗎? 喂喂喂喂 還這樣? 喂喂喂喂 那第二章是講那個 就是很多個幣的那個吃餃子老鼓 那就是吃餃子老鼓就是說 有一個那個打手你去拉他的話 然後他會有那個數字跑出來 那每一次跑出來的那個數字都不一樣 那他平均大概會有個數字 例如說你拉很多次後感覺他大概是 例如說3號 可是有時候跑到3.5 就跑到2.7啊 有時候範圍大一點 那跑到7.8這個機會很小一點 大概會有一個平均量 所以那個是這樣 就是一台吃餃子老鼓 我們說他平均 背後就是有個機率分布的話 那平均我們說是QSTAR 就是QSTAR 好這個QSTAR 那就像蘇老師講的 就是你拉多拉幾次以後 你對他會有個感覺 你自己心裡會不會評估 好那這個評估我們說是大Q 在T這個時間對他的評估 是這一個 那這裡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可能這個機器他 你譬如說他可能有10個把手好了 或K個把手 K個這個on 那你去拉第一個的時候呢 他的平均可能是 譬如說3 然後你去拉第二個把手的時候 他的平均可能是3.5 你去拉第三個平均又不一樣 他這個10個這個 會有不一樣平均值的這個 八手的這個 這腳子的五肌 所以你去拉同一台 他每次不一樣 你可以拉不同的八手 就是對應不同的這個 平均值的這種機器 那你每一次在T這個時間 你可以選一台去拉 我們就說這個叫做AT AT是1到10號這樣子 那每一次呢 他回傳給你一個數字 就是說你去拉 這個AT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給你一個回報這樣子 或者是RT RT 那他這邊也講就是說 我們這裡設定的問題就是說 例如說第一個這個把手對應的這個吃腳子老虎 他的那個平均值 就是這10台的平均值大概怎麼算出來 就是以0做平均 然後Variance可能是取1 一個常態分佈 就是去抽樣抽10 一個來決定這10台 就是這個Bandit他的那個平均值 然後你拉同一台的時候呢 他的數值會有不同 就是這一個 比如說這第一台的灰色 可能上面的這機會小一點 太小的數值機會小一點 大概會出現在自己的平均的機會大一點 那過程 玩的過程就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你先決定你要拉哪一台把手 我們最後的目標就是 希望最後累積的那個回報最大 你先選一個拉一下看看是多少 那最好 因為你不確定你拉的這個 是不是他的平均值最大 我們最終目的還是要找他 所有吃腳子 然後裡面那個平均最大的 你就以後就一直拉他 那當然最好 那一開始並不知道 你第二次再選一個拉一下 你拉幾次以後 你可能心裡有一個數了 例如說你覺得好像其中一台 你拉了100次 你選10次拉其中一個把手 好像他平均蠻高的 你對他心裡覺得平均一樣 可能是取平均 所以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說 你對那一台的回報 預期的回報的這個 取的突擊的數值就是平均了 基本上就是你拉的次數 分之總回報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其他 等一下我們回答 就像書上講這樣子 那一種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拉了一定的次數以後 你就去集中去拉 你覺得平均值最大的那一台 指甲比較無期 那這個叫做Greedy的方法 這樣子 就是你總是取最 看起來回報最大的那一台 那當然會有其他方法 這我等一下再講 例如說一個叫 Ibson Greedy的這個方法 就是 例如說Ibson你取0.15 15好了 那通常取的數字是 比如說0到1之間 一個小的數字 大概就是說你保持15%的機會 就是現在你拉了很多次以後 你心裡對每一台 十台都有一個評估 他的Q 都有一個評估 那我有保持15%的機會 我隨便選 我不要去選最大的那一個 那85%的機會呢 就是選你評估裡面最大的那一個 就是叫Ibson Greedy 或者說Ibson取0.01的話 就是說你幾乎99% 其實更多的機會 你試拉你預期的回報最多那一個 那其中1%的機會 你就是隨便拉掉 因為你 例如說拿 Ibson是0.1來講 就是你保持0.1的機會 就是10%的機會 你隨便拉 所以其實最大的那一個 例如說十台之期的話 最大那個它還有 10%再除以10的機會被拉到 所以其實Ibson是0.1的時候 所以機會最大的那一台 就是期望最大的那一台 它其實是有91%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那等一下會講 先講一下 就是這個的好處 等一下會再講 就是Ibson Greedy的方法 就你拉夠多次的話 因為你每一台都保有一定的機會拉到 所以你真的去拉很多次的時候 對每一個的這個平估 應該會漸漸趨近 它樣本平均 應該會漸漸趨近 它那個機率分布 甚至平均值 如果它是大家會講Stational 那一個大概的過程 就是說 現在 又是其中的做法 就是一開始 你就先對每一台平估都是0好的 好 然後每一台你都沒有拉任何一次 等一下你拉 每一台拉多少次 你就記帳記上去 你就再算上去 然後現在開始 你一開始你就選其中一台去拉 因為一台 什麼一台的平估都一樣 你就隨便決定 好 然後你決定了這個 哪一台 就決定了A以後 你就去拉它 然後得到一個這個回報 當然它是一個隨機的 然後你就看看你拉的是哪一台 去記帳記帳去 然後你把現在得到這個回報 例如說你拉第二台的話 你的回報是3 你就把這個3 加進它之前累積的回報上面 然後取個平均做一個新的回報 這是一個簡單的流程 那接下來講的 其實就是跟動 這一個簡單的流程的其中的 某些部分 譬如說一開始你的評估 你可以不要取成都是0 它有一些取法 那就根據你對這一個問題的了解 或者是有一些鼓勵它探索的方法 那當然也有一些方法 就是選擇動作 選擇搖背的方法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說 有就是greedy的 就是比較貪婪的 表示輕力的方法去做 那你也可以保留一定的可能性 就是EVSOM去隨便選去探索它 那當然還有 甚至EVSOM可以隨時間變化的 然後自動的表面都會看到 就是調整這個簡單的流程 裡的某些部分這樣子 但還有一些其他方法 可能就比較不像這樣的流程 不好意思 R-Q-A是什麼意思 您說最下面一個數字 這個其實是 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如果說 我如果現在拉第二個搖背 我拉100次裡面 我30次是拉那個搖背的話 那我要對它平均的話 我就把那30次拉搖出來 跟那個R去把它加起來 然後除以30 就是去平均 那它為什麼減一個QA 是不是要做什麼 對 因為 就是其實它們有一個方式 其實上面這個講 我們等一下會再回到這邊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要像剛才那樣做 你要把30顆都存起來 對 那另一種方法就是說 你用這種方式去做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 先錢的東西先存錢 這邊只是把它 怎麼做 對 是是 比如說我只要 29次的平均跟第 你要算30次的平均的話 你只要第30次搖到了那一個結果 跟29次的平均去整理一下就好 就是審計還有這樣快的方法 那它還有其他的意義 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步數都可以 順應者問題去調整這樣 他們叫阿法 好 那 這就是它得到的這個結果 例如說黑色的這一個是 它的イプストン是0.1 就是保持10%的隨便去選 這個探索的可能性 那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現在我就去 有十台機器 我就去搖一千步 第一步可能搖某一台 第二步搖某一台 然後後來就照你的策略去 玩完一千步以後 那你的這個平均回報呢 大概會是上下七起伏伏的一條線 那 因為 你下一次再照同樣的策略去搖 未必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因為這是隨機的 那為了要去評估 你這個策略它到底好還是不好 所以做的方式其實是 你玩一千步以後 你再玩第二個Round 再玩第二個一千步 再玩第三個一千步這樣 第三個Round 一直玩兩千個Round 然後把大家平均起來 那看起來就是 一個比較 就是 稍微平滑或 還是看得出這個隨機性 就是 平滑一點點這個線 我只有去評估它 那 紅色的那一個就是 探索的可能性 稍微低一點 其實低蠻多 就是 低一趴的機會去探索 那一種就是 大概一開始試了幾次 都完全不探索了 就一種設定這樣 那 Greedy 完全Greedy的方法就是說 你可能 一開始試幾次都沒有 把最好的 長期來講 最好的那一個試出來 你就一直鎖定在 你目前覺得最好的那一個上 就是一直 一直玩某一個機台 就不會這樣換機台玩 對 對 所以長期來講 他的幾個回報 平均回報 反而第一的就是 綠色這個 剛剛講到的 那 右邊這個圖也是對應的 就是 你在 你總部數裡面 到底 你其實試到最佳的 試到最好 最大回報那一台 你試了幾次 發現綠色這個其實 後來就這樣 因為 後來你一直試那一台 它根本就不是 其實是 平均回報最大的 好 那 現在開始再講第二張 因為前面 我覺得 我本來 就想要把一個簡單的 這個 複色型講 好 再教第二張 兩張 二次一張 那它一開始前面就提到了 說 我們現在研究的這個問題 雖然是一個簡化的 的問題 那 有 一個叫做 associative 一個是 那個 evaluated 的這個 feedback 就我了解就是所謂的 evaluated 這個 feedback 就是 例如說我現在搖壁搖出來的 數字是3 其實很難講說你答案是對還是錯 那其實 只是給你一個建議 你需要就有這個數字 應該是自己去做一個評估判斷 然後企圖再長期 達到一個最好的 它這個並不告訴你說 這是好還是壞 因為有可能那個比較 平均比較低的那個 bending 它的你搖到剛好比較大的 這就比較難講 那 有些監督學習的 它的題目是說 它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樣圖書進去以後 那是對還是錯 或者它正確有多少 那這個比較不像那樣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 在我的理解 沒有知道對不對 就是所謂 dang a associative 就是說 那我現在搖完一個 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運氣友好和壞 那我現在運氣好的時候 我搖10個搖臂 他10個bending 他的幾率有10個數字 那我運氣不好的時候 那你搖的結果又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 你的 這一個 動作跟你現在所處的狀態 是有關係的話 那這應該是slcat 這裡沒有指到那樣的問題 一般強化學習裡面 應該是會有 因為你所處在的每一次的狀態 就不一樣 那 這個應該就是我理解的 那slcat 就不知道對不對 算是一個比較簡化的問題 那 2-1 就這我剛剛講過 就是我們的問題很深 那 重複看一次那個符號 就是說 q star 等下大部分都是指這個 這個 例如說 bandit也好 他的 背後的這個 機率的分布 那q大q 是我們對他的評估 r是 這是這個時間的回報 然後 n是你才取的動作 或者是你選擇 然後 呃 剛才講到這個 已經講了一個 就是greedit 以及跟 甚至是 Ibson Greedit的 這個策略 那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greedit他 我們就說 他叫做 exploit 就是 我們用我們之前的評估裡面 他最好 就一直去重複做這件事情 就是使用這個 知識 就是使用這個 知識 那 嗯 你保持一個可能性去隨便亂試的話 這個就是探索性的 就是 explore 或者說 exploring 那你到底要保有多少的這個機會去探索 或者是用你 因為最後我們追求的畢竟是最大的回報 你應該還是要用你支持去找那個平均最大的 什麼時候該探索 到什麼時候該全力的去利用 已經知道最大的 就是要看問題 例如說 你原來對你的 他有提到一些 就是 你原來 你對你的估計 如果已經沒有把握的話 我想大概就是 盡量去使用你的知識 那 如果你探索了幾步 可是你最後 你這個回合 沒有到1000步 才30步而已 你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去 好好的去探索完全步 的話 那應該還是要盡快的 乾脆取其中 一個比較大的來去使用它 也許比較好保護 所以就是跟剩下幾步啊 等你對這個 背後的機率的確定的 你有多確定都有關係 那 他第二節講說 action value method 就是你對你這個動作 會得到回報的一個譬如 那其實 就是 大家 當然 應該 各位前輩就是先進 就是有看過後面的章的話 或者說看過長話學習 你就知道說 其實就是那個 喔 這個 value 就是 就是 它又一樣的字啊 就是這樣 那 這剛剛也講過 就是一個 直接的做法 你對數值的評估 就是全平均 那 那 ixTON3D的方式 剛剛也有提過 那 它的一個好處 剛才能講到 就是你起碼能保證說 完 步數夠多以後 那 這個 每個都會 的 呃 已經確定的某一個 bending 它的 平均值應該是最高 你確定它 可是你如果都 不調 你還是維持個 10%的可能性去探索器 你在浪費 你的這個 可能得到的回報 然後 這剛剛 有 大家提過 然後 它也 書上也講到 幾個點 就是 你 用 3E的方式的話 可能一開始 你以為最好的問題就在C 這其實 不是最好的這個H 不是最好的這個 那 這給第二個 人提過就是 你如果 保持 10%的探索 的可能性的話 你選到最好的那一個 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 然後其實我們也可以就著 因為我們到後來 會越來越確定 那我們也可以就著 隨時間 去降低探索的 這一個 比例 那 對 你比較不確定的結果 可能多探索會好一點 所以 Ibson Greedy 會比Greedy好一點 那 最後 就算是 這些Bandit 都 沒有隨機性 就是 它每次出現很多數字 基本上你每個都試過之後 都很確定結果 可是 關於你的問題本身 雖然是決定性的 可是 會隨時間變動 你還是應該要去探索它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呃 呃 這個過程我都不講 我就直接講這個 結果 就是 呃 其實是整理一些這個因子 書上也有寫的 就是 我要算 呃 N個回報的平均值的話 一種方式就是 你把全部的 時間的回報加起來 除以N 好 那你要存R1到Rn 把它存起來 把它加起來這樣 那還有一個方式 你整理以後你就發現說 你其實可以 你只要拿這個 呃 就是 呃 前N-1個 的 已經得到的平均 和你最後 第N個時間的 這個回報 你去整理一下 那 你一樣可以得到 全部N部的 這個 平均的 那這個形式就是 呃 你 舊的平均 舊的平均 就是QN 那還有你 新得到的數字 還有這個部數 這種形式 其實這個形式 應該是在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 Grade DN-design 那些東西應該都 一直在出現的感覺 而且那些α 就是Aden啊 什麼 那些 其實在找這些東西 把感覺出現 那他這邊還有提到 一些地方 就是說 呃 其實 我們看看真正樣本平均 這個部數 應該是N分之一 可是其實 呃 如果你這個問題是 會隨時間辯論的話 他 會建議說 呃 你 比較離現在比較近的 就是N比較大的 那一些的權重 應該放得重一點 應該要去跟 正在變化那個平均 所以 到頭來就是 你處理一個變化的問題的時候 追求的不一定是 這個N分之一 有時候甚至放一個長數 就 例如說 你放一個長數 的這個 不長 這其實 取出來就 並不是真正的這個 樣本的平均 那你把它展開來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 對於每一個這個R的權重 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那 他等下會給一個定 就是這個定 那就要請 這場的優先 前輩 會 我這個 不是 我在用而已 就是我 他證明什麼 就不是很了解 那就 就是 也是關鍵字 就是隨機 近似 隨機近似 隨機近似 都會看到一個 這個算法 好 那他好像會證明 這件事情 那就是說 在我的了解就是說 剛剛這個 部長 你去 一般來講 你可以隨著這個 部數 隨著時間去變動 那 你取 N分之一的話 那 他是真正的 量能平均 那其實R不一定要取N分之一 在某種範圍之內 他 真的還是可以收斂到 這一個 樣的 平均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統計 機率分佈 背後真正的平均 這樣 那條件 這個應該是一個充分條件 的樣子 就是 可以保證說 你是可以 收斂到那個數字 好 像N分之一 就符合這兩個條件 就是 你 二分之一 再三分之一 只加到五線大 這個會發散 所以 的確你把大家加起來 這個是五線大 那 你把平方以後加起來 這個 好像是什麼 六分之拍平嗎 還是二分之拍平之類的 忘記 就是 就是 你把平方的話 這個N分之一是會收斂的 好 那 阿法就是 這兩個條件 只有第一個 滿足 第二個並不滿足 所以它其實 並不能收斂到這樣 然後書上也有講說 這兩個條件 背後其實大概 就是 代表彼此是什麼 就是它的目的可以查成什麼 我覺得蠻重要 可是其實我了解不深 那 書上好像有談到一些話 我幫我們理解錯 就是說 其實 很多問題它是隨時間在變化的 所以我們在追求的未必是要符合 像這樣的比較嚴苛的條件的那種更新方式 那 第一 第五節 對 第五節是 剛才 這個簡單 這個流程 還有一種做法是 你一開始對於大家的這個評估呢 比如說 其實真正可能 你弄三個Bandit 那這三個Bandit 它的 平均可能是 1.2 1.3 1.4 1.4最大 那 你一開始設置 就不要設置很大都是0 你設置你三個都是10 那這就很有趣就是 這是一個 對每一個的評估都很樂觀 都把它放很大 這會鼓勵它去探索 因為 你 隨便選一個 一開始三個是10 你就隨便選一個 然後 發現它的這個回報 其實很接近於1.2 那 所以它就 破功了 然後它 平均起來 就從10掉下來了 然後 接下來你要看 其他的比較好的 回憶的方法去看的話 你去找其他的 第二個10 第三個10 就依序破功 那最後面 如果說有一個 它一直都撐得很高的話 表示它的平均 它的分布可能真的就是 比較大的那一個 所以這個一開始你比較 就是樂觀的這種評估 其實是鼓勵它探索 就是鼓勵那些沒有那麼高的破功 讓它壓下來的方式 他說甚至這種方式 你都可以試著用這個 鼓勵提方式去做 所以我都還可以做得寫錯 這樣子 對於簡單的問題來講 其實是這裡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內容 其實不便很好講 不好意思 就是這裡 沒有寫 那這是一般而言 像我們剛剛這個optimistic的這個 初始值的方法 就是你去可以改變它初始的設定 那改變初始設定它有一些好處 有一些壞處 一個就是說 你用這種方式的話 初始值你要到底要調多少 就變成它要調這些參數 所以這個方式 就是參數比較多 比較麻煩 那還有就是 好數就是說 你可以就著你對它的了解 去把它加進去 這很好處 然後這一段其實 就在這一節裡面 其實有一個東西 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這一段 就不知道大家 就各位先請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想法 就是它 我看起來他是說 對於這個 sample average的方法 好像他說 他的初始的那個評估 他說 反而他說是 不重要的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你對每一個的 取得權重都是1分之1 就是R1 R2 R3 R4 R5 R6 R7 R8 然後 你對每一個都是在處於N 所以對於每一個的 取得權重都是 好像不能這樣看 就是 應該是看這個 還是 我把這個留在這邊 然後我對這個有疑問 等一下如果 有哪一位朋友 就是 也有一樣的疑問 也在討論 或我就問你 會不會有 大家有要分享說這個 是什麼意思嗎 會不會有 二指五的 有一段啊 他就是有這樣的文字 全部嗎 對這個 就是這個 他只要這個 Sample Average的方法 還有 我想說 第一個 好像沒那麼難 他可能只是說 因為你看你 Initial Condition 你會射 那最簡單的射法是 對不對 那在你還沒有 試過那個 四角主導部機之前 他一直都是有偏差的 他都會一直是零 所以 你的報酬 你如果一直 你如果一開始 沒有每一個都 至少試過一遍 那你一定會一直選 曾經給你報酬的那一個 所以他只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至少都要試過一遍以後 你才有所謂的 從K格裡面選擇 其中一個的能力 他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不然你的Initial Condition 射多少 他就被卡在那邊 對 所以說 如果你一開始 就是 一開始就是Greedy的方法 就是 你的Azion 就是 就是 基本上 你就是 只選 Achomax的那個 最好的結果 那 你永遠不會 explore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你的 你的期望報酬 其他的那些 其他的 其他的 四角勞武器的 期望報酬 就是你的Initial 射的值 所以就一直存在了偏差 所以 你不可能會 找到最好的幾個 就是 非常這樣的策略 你沒辦法找到 一個Greedy 這個分別是 有沒有Greedy 還是 其實他只是講個現象 就是說 你最好是每一個 都要至少探索過的次 你 你才會有 對那個東西的評估 其實很合 就是很合理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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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 他這裡 他有區分一個就是 他的 物視區 Alpha 這種Constant 喔沒有 這個差別 他其實就是在講兩件事情 就是 你的Alpha 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 你在這個時間序列上面 離你最近的 你相關性會比較短 是 對 那 你越遠 你越遠 但是相關性就比較低 是 那 有Alpha的狀況 跟直接取平均的狀況 兩者的差別就是 取平均的狀況 它是預期你的model 就是固定的 所以你就是取平均 那 取Alpha就是 他覺得你 時間上可能會 比較近的 會分布會比較像 對 我以為這樣子 反而應該是更強調現在 他為什麼反而說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你 誰的時間 你 也就是說 他其實在講你 距離你現在 越久遠的歷史 跟你現在的 那個 關聯性 比較深 對 可是他聽講人說 反而他那個bias 一直會留著 initial value 那個bias一直會留著 對啊 因為你是 相比 相比 你不是這種 你這個字面上設定 Constant Alpha 如果 Alpha是Constant的話 他不是就是 Always 就是他沒有 隨著時間 其實 因為他那個Alpha Alpha小明義 照理來說 會 可是因為公司 可是因為公司的原因 可能你可以推一下 可能他 你initial的指 會一直留在那裡 對 可是相比於 對是 不過相比於 為什麼他 因為他明明是指數下降 反而認為說 他明明是指數dk的 對 好 那為什麼相比於 可是他其實是 一直一直在加 他其實是一直往上降 他其實是去外 有點像你那個平均 你其實是一直在加上去 你就是 你一直update你的平均 就是 是 所以我在想 你可能可以推一下 就是說 有Alpha的情況 你這樣加到 無窮多項 他的initial的指 還會留在那裡 對 他們給的這個就是這個 那 因為可能是這樣 是 那我先看過 看 如果大家還有評論 只是提出我看 是 其實我也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推過 這個問題 那 就除非大家 馬上有一些想法 評論 不然我先往下 好了 就 比較 比較 個人的問題 然後 這一個 就是 他是鼓勵探索的方式 因為 一開始都把他 吹孔的比較高 那 最後去試 那如果他的平均度沒有那麼高 自然就會 所以 這樣下來 那這個方法 可能 對於那些 呃 呃 呃 有十個 那 你 搖了一陣子以後 你對十個都有些評估 都有些大Q 那 除了 你可以去試 就是 你覺得那個 Q最大的 那一個 比較 其他 一個面相 是說 你對他的確定性 有多大 比如說 先不要講十個 兩個 如果第一個 bandit 他的平均值是3 然後 他的這個 不確定性 你如果搖的次數不多的話 那 除了平均值 還有二階矩 就是 variance這種東西 不確定性 譬如說 他是從 3正負2好 所以可以從 1到5 那 你第二個 bandit 你看起來的 平均 比較大 好 那 不是3 譬如說 3.5好 可是你對他搖的比較多次 所以 你幾乎確定 他就是 3.5 3到4 他的variance就是正負1 那 某種程度來講 你試第一個 bandit 也許試的不夠多 因為我搞不好 他variance那麼大 他的確還有很大的可能 平均並不是在3 好 這我對他的了解 所以他們 這個方法看起來 就是說 也把 他評估的並不是平均值 是把 平均值加variance 算進去看誰比較大 你就去試那一個 那 如果說 原來平均值比較低 和variance比較大 那一個 他其實真的是沒有那麼大的話 那你試他以後 平均值還是低 verance會變小 自然就會回到 平均值比較大 那他也有給一些說明 就是 有用像這樣的一個 定理這樣 那我 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的理解就是他 在帳面上這個樣子 證明我也沒有很了解 他的策略是 他的策略是 怎麼做還是 對 我看起來他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說 呃 呃 現在我先隨便搖幾次 最開始的就是這樣 然後 呃 得到大家平均值 和大家的variance 以後 variance 所以 通常 感覺起來就是 正比於你搖個次數 呃 因為他 他 他用這個算式去算 他 OS 可以 可以探索到 就是還沒有 因為N是次數 是 他OS可以探索到 就是 還 比較少探索的那一個 是 所以 用這個方法 可以取代 HM greedy 是 是 是這個意思嗎 是 呃 因為你看 他這樣算 就變成說 有些 有些可能性 他可能就可以 少探索 或是 他就有選擇性的去探索 喔沒有 那我講說 那可能是 可能是他還是配合 H1 greedy 只是 只是他可以選擇性的去 少探索一些東西 因為他跟 他可能 就是 可以靠後面那一項去修正 對 我無感覺得起來 我隨便亂裁 就是這很一樣 先進用的評論 就是 呃 這個用 greedy 跟 Ibson greedy 我覺得可以去使用 啊 用 greedy 我覺得是不是也可以啊 因為隨著時間 你如果有一個 Bendington 你一直沒有去試他 然後隨著時間 他後面那個 Bendington 會慢慢長大 對的 肉的長大 對 那你只不去試他 他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搞不好 他還有機會 所以他就沒去試 對 之類的 那Ibson greedy 就是保證 你總是有些機會可以試他 對 這個 這可以麻煩看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是 對 因為你本來 如果是 Ebson 如果你單純的 greedy的話 你是找一個action 是讓Qt的值 最大 對 那你現在加上 對不起 你回到剛剛賣 你加上有一點像是 Vacurizer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對上面 就是說 加上這個值 這個A 一定是 只是Qt 這個值的 最大的 那一個 對 所以意思表示是 後面有可能 會變成是一個 促向 對 搭配著他的不確定度 就如果說 現在有兩個根地點 所以 C要是負號咯 小C一定要是負號咯 我們找大的 我們想要找大的 所以你就看看 誰能撐的 我理解啦 撐的最大 就是我這樣講 他是看阿赫放 他是看阿赫放 所以就這樣 對 就是看誰能 最有可能最大 對 就是說 你在一個水平線上 你可能 上下都可能 可是他要找的是 上面的沒有 對 他是要找的是 最大的 可能的基值 對 他找到 他是 他不是要找 他也不是 H也不是找 他是找哪一個 小A 後面這個值 最大 假設你有一個平均值 跟一個標準差 那他就要找 最大的可能性 可能衝到哪個 reward 可能會衝到哪個值 對 他是在那個標準差範圍之內 因為他有些可能性 所以都都看看 能撐到最可能的那個 看那個就這樣 這個還要撐到哪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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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難去 呃 去用 直接用在那些 不是stationary的問題上面 對 他就會產生兩個困難點 對 就是 萬一 環境一直在變 或是說 萬一你的K很大的時候 或是 還有就是 狀態 狀態一直變換 我想要有可能 承認說 像這個電力本身 他講的是 跟 呃 有一些條件以外 我看 這應該是不是 一個靜態的 電力 那如果隨著時間 變化的時候 這個電力 果不還是不是用 沒有 因為他是IID 所以基本上 就是 不隨時在改變 我印象中是這樣 好像 因為這好像是 那個什麼 通訊系統 什麼理論 什麼的 好像有一個叫IID 那本來就是 一個非實現系 IID就是 identical 那個 independent ident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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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每次抽的時候 跟上次 都不關 而且你每次抽都 同一個 同一個 就是 time invariant 對 同一個關鍵也許就是 因為難著時間不變 不過我不知道 這個 他已經用IID 了 所以他就是 要statering 的 系統 才有辦法用 嗯 比較會比較準 應該說會比較準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反正到時候 他書上看了一個 評論是說 就一些問題 像 您上次用的那個 車的問題 或說一些複雜的問題 不是statering 對對對 那 也許這些簡單的技巧 後面還有講一些 比較複雜的 那 簡單的技巧 搞不好 比較能用得上去的感覺 不過對我來講 簡單的技巧的話 我會多試試看 那 這個是他的結果 那 跟 Ibson Gridley 比較起來 這個 Authers confidence Bound C 就是你 去 試 剛才講一個Virus的範圍 你要試多大 好 那他調成2的時候 效果還比 C 就是前面成的那個collectation 4 4 就是幾倍的那個 好 那效果還不錯 對於這簡單的搖背問題 來講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去賭場 玩吃餃子老虎 我每天都這一招 哈哈 就要檢驗 對自己人 要很有錢 理論有沒有信仰 就是去玩吃餃子老虎 這個 他有些推導 我覺得也 寫得蠻好的 然後 那我這裡會審閱推導 除非 各位有興趣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 那 就我的理解 就是他用起來像是說 現在 剛才的方法就是 對於你評估這些數字 每 例如三個bandy 他有評估的數字 你就是選一個h 就好 那這裡是 大家都有一個評估的數字 以後呢 就有三個bandy 都有一個機率 所以你就照這個機率去選 你未必會選到 評估的數字的最大的那一個 你就是照這個 他就要 preference 去選 用這個preference 這個h 好 對於是他 是 然後這應該很比較像是 後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policy gradient 是不是從 有點像這樣 我不確定 不過他就是保持一個 對所有的policy都有機率 去做法 這樣子 好 那 他剛才的做法就是說 你先定成 例如說有十個bandy A從 例如說一到十好了 然後 你對每一個的這個preference 就是 都是 都是 h定成0 所以大家機率都一樣 那等一下 你依照著你的這個reward 更新的方式 對preference 這個更新的方式 就是照這個方式去更新 那 用這個更新好的preference 去 對每一個這個bandy等的機率 去算出來 你就照這個機率 就抽一樣 抽出來 哪一個action 就做哪一個action 就要哪一個bandy 他這個證明寫的 大概還有兩頁 就是推導 不能說證明 推導 我覺得還蠻好的 那這個我就沒有什麼心得了 就是這一節他標題叫 associative search 那我的 感覺是 他是要講說 因為我們後來是要講強化學協問 他一個標準的程序 就是說 你有狀態 不同狀態 然後在這不同狀態 裡面去選h 做這個h以後 就會轉移到 下一個狀態去 那在某時候的狀態 可能不止一種 我們現在的這個搖背的東西 比較沒有強調狀態 這件事情 就是每次都是同一個狀態 所以 你看這個 他這個架構 有點像那個 LSTM 或是RN 裡面 他的那個State Fully Connected的架構 他是隨著時間序列 一直不斷的recursive 那個 Fully Connected 那我看 你看 你看那個節點 他每一個 他每一個都會連到所有 都會配對到所有 所以這其實 第一眼看到 會覺得很像Fully Connected 的感覺 這個是我自己畫的 就是 如果的確 我也同意你 我想跟你一樣 那我要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就 書上畫他其實 像是那個 從 那個 MDP Mark of the Sea 軍 的過程 然後 裡面他好像是 透過那個動態規劃那裡 他比較像是畫素 就是 狀態 Action 狀態 那我只是把 因為你每個Action之後 例如說我說運氣好 運氣不好 這種Banded的 如果是兩個白圈圈的話 那搖了一次背以後 數字下來以後 狀態好 運氣好運氣不好 這兩個狀態 應該是分兩隻 所以他畫起來可能 都是二差數 像決策數 是是是 那我只是 因為我覺得沒差別 我就把它畫在一起 跟你講的比較像 那這個我就沒有什麼 態度好講 我理解就是 把它理解成說 一開始他講 Banded的方法 這個討論 講成是 non-associated 那這裡 associated 他就談 是到底資深 應該是不是延伸到 強化學習的 那種問題 那他最後的summary 就講說 你要如何評估 哪一個Banded 比較好 那他說 除了 你 優先Banded都有些參數 像是Uson Greedy的時候 Uson就探索了 這個程度 然後 然後 UCB 就是要調這個 這個Virus的大小 然後 Initial 這個 Optimicity Eutual Value 那個就是要調 開始初始數 那 你要評估它 是怎麼評估 是要它能達到的 最 最大的回報來評估呢 是這樣子嗎 他建議說 還要有一個 就是對於這種參數的敏感度 如果你拼命調一個 很難調的東西 它才調到最大的話 那個程度 可以看很多 所以可能對於參數 反而是用 Greedy or Send的那個方法 就是 沒有辦法得到最好的 對 最近 好像 最近 最近 好像是 發明 Rain Design 那 最近就出來說 他認為 這個方法 似乎阻礙了 無監督學習的方法 應該是 Intern講說 BAP 他覺得 蠻有問題的 是BAP 跟那個 大量 需要大量的數字 做監測學 陣線 然後擋在一起 可是 陣線 好像也沒有得到 最好的解決 就是如果要 規定去看 你沒有辦法得到 好的 最佳的報酬 如果說 吃腳 然後我這個 對 並不是通力 因為 吃腳老鼠 他基本上 沒有相依性 他每次都是一個 阻弊 所以他上後 就不會 那 那 那 Gradian 基本上 他是 在 透過 不斷的收斂 去 趨近 波風 會有波波 那 那 那是要有連續性 可是 對於 這個 多幣的吃腳 他每一次 基本上 除了單一的吃腳 他本身有一個 機率分布 不同的 他基本上 都是誰機率 他不會說 你後面 咬的 會因為你前面的累積 他可能會累積到某一個 單一幣 他知道說 他的瘤落是最大的 他最多只能做到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在這個CAS 用Gradian Decert的方法 我見得是 最好的 如果實際應用 可能會用初始值選定的方法 因為他計算少 因為他計算少 然後他又 可能會用初始值選定的方法 可能沒有實在不錯 雖然 Internity看起來 很寥寥 不過好像還蠻好用 就是 好 都各有 好 如果你是用這個 DQN的話 就 你有可能就會是用到 就是 Gradient Oscen 就 這樣子 對 所以他現在 在這個應該就是像 就像 就像這樣子 是在這個 特殊的Banded 這個例子 他就整個這樣做 然後 倒出來就是 就是 我們要 依照 這個事情 如果的話 其實 更 更複雜的 Case 的話 譬如 你的那個State 跟你的Action 如果要把那個 那麼簡單 像Dandy 這麼簡單的DQN的話 其實 不一定 所以 不一定 可以 就一個簡單的問題的話 看不出說 那些很複雜的方法 的計算量 其實蠻可怕 對對對 那今天我們要算一個Variance的時候 就 多一些計算量 就是 像是那個 就 UCP 目前還好 我猜有些問題 他很複雜 還有Batian啊 待會講 看那種是 我看不懂他的橫軸什麼意思 我 好像他就是 把每一個參數都畫上去 用LogScale去畫 本來 把不一樣參數畫在一起 是有點怪的 就是 為了要比較 就是把參數都畫在一起 的 方式這樣 上面 喔 好 例如說 其實對於 UCP來講 應該是 好像是 C 那他橫軸其實是C 喔 然後 對Ibson Greedy來講 那個 他就把Ibson畫在最底下 喔 對 謝謝 他就比較這些 黃塊組 然後我幫你加卡 對 對 那 上次 有一位 就加卡 他其實也是 厲害的 那 就是 不利我們說 就是寫後等 對 那 那 還好 那 我再 不好意思 那 那 最後他總結的時候 就講說 還有一些複雜的方法 那 還有一些複雜的方法 那 這些方法 用在更 一般的 更真實的強化學的問題上面 就 很難講 有些 不一定管用 不過 就是我也去稍微查一下 就是 有些不是很了解 有些了解一點 那 大家就跟他分享 討論一點就是 一個是 Bashen的方法 例如說 Thomas Sample 然後 呃 還有 一些 相關的 那 我看起來 Bashen Bandit的 做法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呃 概念是說 剛才 例如說我們有兩個Bandit 好了 那 我們心裡是想說 這兩個Bandit 它的平均值 可能在 一高一低 好 例如說第一個Bandit是3 第二個Bandit是2 然後 你每次去搖第一個Bandit的話 它對著3 可能會有個機率分佈 好 那這裡 然後你每次去搖第二個的話 它對2有個機率分佈 然後它有對應的Varance 比如說 你設定成這個機率分佈是 常態分佈的話 那 他們講Bashen的方法是說 其實 一般來講 你也可以把 第一個Bandit的平均值 當成是隨機變數 就是它也有 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好 那它的 例如說它的平均值 如果叫M的話 它M等於3 也許是最可能 它可以M等於3.5 可以等於4 是可以不同的 甚至它的Varance 也可以不同 也有個機率分佈 所以這 他們叫做Prior 就是說 那一些原來模型的參數 現在也被當成是隨機變數 然後被納進來 然後你今天要看一個真正的 它得到的回報 其實是要把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的參數可能都加起來做計分起來 這就是我理解的 就是Bashen的這個想法 好 好 那 它有這個Bashen的 Bashen的這個公式 就是說 你 其實可以就著 現在已經搖出來這些數據 你去 去評估說 那些 參數 的可能性 那 那是Posterior 好 那它會證明這個 Likelihood 成為這個Prior 那其實分佈還有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聽起來就是 呃 比較複雜 不過 其實是這樣就是說 呃 大概是 我剛剛講的是這件事情 好 例如說 你的參數 其實現在 可能有些不同的 有個機率分佈了 好 你其實要把它加起來 好 那 現在 呃 這是原來的這個分佈 就是給定 你的Variance 和平均值 其中一個Bandic 給去 給定它 你要把它積分起來 整個才是R大函數 才是搖出來的這個機率分佈 那 呃 這裡有 通常這個不好算 好 這反正是Marginal Likelihood 那 有一些特殊的例子 它比較好算 就是說 它們是函數是特殊型設設 例如說 這個 部分 Likelihood的部分 是這個 那個 Gauchin 然後Prior是Gauchin 它們有一對一對的 像是前面這個 如果是那個 二項式分佈的話 後面這個 應該是Beta function 那 它有解析節 那 對於內有解析節 我們可以去做探討 這樣子 那 Polumn Sampling 就是說 我們就來談說 呃 當你的 參數的機率分佈呢 是一個 像我剛開始講說 我們那十個是用 平均值是0 然後 Variance 1 去抽樣出來的 好 那現在 0 Gauchin分佈是抽樣出來的 那我就定說這個Gauchin分佈 就是說 它的平均值是m 0 然後它的 這個Variance 是Landa 就是這個數字這樣 好 那 這些細節 我 就是有興趣的 朋友 我們就來討論 就是 呃 總而言之 你隨著你的經驗一直在增加 你去評估 呃 呃 它後面 生成的那一個 呃 參數的這個可能性 應該也會 改變 例如說 呃 我在有一個本書 這裡看有一本書 他有舉個例子 就是你先看一個攤子 然後他在 呃 老闆 好在 呃 玩一個那個 丟錢幣的遊戲 然後這個錢幣呢 呃 呃 可能是正可能是反 普通的錢幣 你會覺得正反 兩面都是 機率就是0.5 可是你在那邊看了半天 發現很多人去玩 心裡想著0.5去玩 就輸掉 因為那個錢幣幾乎都 不管怎麼丟 正面 十次裡面出現 7次 好 那這就是你去 累積了你看的這些歷史 累積你觀測到的數據以後 你對於 背後那個機率 0.5 慢慢修正成 0.7 0.3 這個過程 就是背去你這個想法 所以這裡其實提出說 你隨著你的經驗一直累積 就是這些觀測到數據 累積 對於這個bending後面的這個 平均值跟 的 應該說 分佈的平均值 它的分佈的平均值跟標準差 的修改這樣子 好 那細節我就不講 就 好 過程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你先去更新你最後後面參數的評估 然後你對每一個這個bending bending 還有一些評估的 參數的評估 你用那種參數去產生出它的平均值 看誰比較大 你就再去揚那些bending 而不是直接去看那個參數的平均值 是對於你那個參數的後面的那個分佈 我先去做產量 好像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他談到這個也前面類似 後面這我有些想法 那我也不講 這些資料 就大家 就各位朋友先進去 就可以去看那個 就David Silver 他也有一些投影片 好 就是這一個人 好 那其實他那個跟 就跟柯傑 那麼苦 就是柯傑最後五場 還四場完的時候 一個是那個嘛 那個老闆 哈薩比斯 還他 好 就是那個 哈薩比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David Silver 然後跟柯傑三個人 坐在前面 然後女的主持人 就是那個自己有下棋的 就是有一個 好像是 我沒有記錯 一個記者會 就是今年的 然後那個David Silver 他也是強化學者 就在地上賣 然後跟哈薩比斯 年輕就認識 就是朋友 那他也有開那個課 然後也有放棍 我是從那裡去見 這個Bernoulli Bandit 是說 你其實 其實就是Beta Function 跟那個 二項式分布 也可以做一個做Prior 一個做Likelihood 也是可以算 就是不講 那 我覺得大概就是說 好 譬如說 就我覺得他講 Information State Space 的意思其實是說 現在你對你的這個 可能的 例如說 我不會講 跳過 還是放棄 不要講 因為有興趣我們再來 討論好了 我這個不知道 前面好像有一點感覺 大概 不過我不知道他的解 我必須去看他的解 然後他的 剛剛那個解就是他的所謂 Liton Index 好 那我其實就是 後面比較雜亂 就收集了一些 就帶一下 謝謝大家 然後 什麼問題 下次再講 這樣數學比較多一點才可以看 可以 謝謝 謝謝